台湾的小朋友真的很棒!一提数学测出小学生惊人理解力!网友好友记事感! 昨天晚上边吃饭边滑手机!看到朋友按赞一篇看二道文章! 标题写住一提数学测出小学生惊人的理解能力!我就想说到底有多惊人于是就点进去看! 然后就看到下面这张图! 这思考逻辑太强了!完全已经不是数学这么简单的问题了! 只好给他打一个勾!不称职的老师! 这不就是我们从小到大耳熟能详的故事!小美明天要考英文期末考还有两份报告要教她决定先去睡觉下华线的真实妈妈妈妈妈妈! 这小孩前途无可限量啊!网友们表示! 小学生表示!嗯?报告是什么英文是什么还是洗洗睡比较快? 真妮作弊并不可耻可耻的是你读大午! 小学生表示!妈妈说九点就要上床睡觉! 这天才将来一定很有出息!贴近明星!将心比心!睡好睡满! 因为九点之前她已经把书念完把期末报告准备好!所以九点准时睡觉! 好可怜! 好可怜!连在考卷上都这么晚才能睡!正次眠眠! 正确解答!珍妮佛正在夜店!她没打算上床睡觉! 好可怜! 小学生!这题好难照抄题目好了!该怎么对了! 报告这是交给别人可以即可! 小学的她!晚上十点四五!国中的她!九点四五!高中的她!九百大学的她!她不会知道有期末报告的! 这就是现在的多元教育!产生了多元思考!希望这位学生是这位老师自家的小孩! 今日是今日必! 今日是今日必!似乎已经是旧思维了!希望小朋友长大工作了!还能秉持这种乐观的生活态度! 珍妮佛有工具人帮她做报告跟考了考试!如果换个男生的名字答案可能就不一样了! 设计创! 设计创!